埃及近日追回一件具有2700年历史 名为绿色石棺的文物 专家们正仔细检查保存状况 这件长度近三公尺 宽度约90公分的棺木 总重量达500公斤 是古埃及最大的木制棺木之一 当年棺盖遭到窃取 它在2008年被走私带到美国 曾在休士顿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 历经15年终于物归原主 近年来随着文物归还成为国际共识 像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 另一项受到重视的 是殖民所带来的文物归属问题 德国当局近来将20具背南青铜器 归还奈吉利亚 这是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 被带到欧洲展示的文物 德国官方指出 借由这样的跨国互动 不只是将文物还到主人手中 也希望借此机会 纠正历史犯下的错误 主要是综合报导 乃見 优优独象 感谢观看